財政部間公告欠稅大戶名單 今年企業和個人欠稅大戶 大多都還是老面孔 有已故的股市名人 黃任忠家族連續十五年蠶聯欠稅大戶 第一名 其中黃任忠本人欠稅十九點三五億元 而企業戶欠稅最多的是環亞大飯店 而這一次呢 整體公告的金額是受到預期 豁免條款的影響 和去年公告資料相比 件數少了十六件 總計是少了三十一點九七億元 為了防止重大欠稅加強稅捐贈起 每年七月一號都會公告個人累計欠稅 超過一千萬或盈利失業累計欠稅 超過五千萬的確定案件 攤開欠稅名單 已故股市迷人黃任忠家族 仍連續十五年蠶聯欠稅大戶的榜首 欠稅然後罰不到他 就加強罰責吧 據瞭解黃任忠家族 人欠稅約三十三點六八億元 光是黃任忠本人雖然已故 但仍欠稅十九點三五億元 行政執行署預計七月二號要受託 執行黃任忠的欠稅 將拍賣他的陽性擔保人名下在南港的土地 位在立山段一小段二小段 面積大約是十二萬一千六百余平方公尺 總計二十七筆土地 拍賣底價是六億八百零四萬 至於欠稅金額前五大 包含黃雅飯店欠二十一點八億 黃任忠欠十九點三五億 黃成志家族欠十五點一二億 還有夏黃新平以及松竹皇宮大酒店都欠稅 一般的人如果他欠稅他皮皮的 財政部表示針對欠稅大戶會積極查 掉納稅義務人可供執行的財產 送行政執行機關運用 也會強制執行義務人的保險解約金 追回欠稅金額 記者圓子郭俊麟報導